一不小心 女人的包掉了下来 眼神交会间 女人心动了 可就在这时 火车就突然刹车 两人瞬间倒在了一起 起身时 他还拿出了他的火车票 可谁又能想到 就是这张小小的火车票 将两人牢牢地滚在了一起 凯尔刚站起来 安妮就觉得哪里不对劲 下一秒 他直接扑到了凯尔的怀里 还吐了他一声 凯尔很绅士 并没有将他推开 然后他来到洗手间清洗 可就在这时 茶票地走了进来 刚一到站 凯尔就被赶下了车 他疯了一样的黄奔在街上 因为他要赶上一辆 出发的大巴 缘分就是这样的奇妙 刚一上车 他就遇到了安妮 他还在为刚才的事情道歉 直到凯尔说 自己是被赶下车的 安妮才意识到了什么 可就在这时 路边上的两个人拦下了大巴 看安妮孤身一人 两人开始动手动脚 一旁的凯尔想要阻止 随着对方直接一圈打了过来 但被凯尔轻松躲过 反手就是一拳 他们一起被赶下车 卡尔十分无奈 可车里的那个女人 却早已沦陷了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在相亲的路上 他们再一次相遇了 卡尔热情地向安妮打着招呼 安妮连脸道歉 然后尴尬地抹去眼泪 紧接着就开始冲步 在上学期间 他和教授恋爱了 可安妮也没有想到 对方是一个渣男 更糟糕的是 安妮怀上了他的孩子 他不敢回家 因为他的父亲 是一个古板的人 如果得知了安妮没有丈夫 一定会杀了他 卡尔说 如果带一个假丈夫回家 第二天离开后 再写信出分手 你的父亲也许就不会 那么生气了 一路上 两人聊得十分烦心 可当听到卡尔已有妻子 安妮的脸上男人有些失望 很快 他们来到一个很美的地方 那里有一座古建筑 周围被植物包围 安妮说 那里就是他的家 人们都叫他云霄仙境 卡尔打开箱子 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巧克力 他取下一枚戒指 给安妮戴上 这样做 安妮的父亲就坚信 他们已经结婚了 可就在这时 卡尔毫不犹豫地 叫安妮护在身下 看着男人端着墙 越来越近 卡尔只能举起双手 挡在了安妮的身前 和下一条 同没见过这样的老丈人 第一次见面 他就拿着一把枪 对准了女婿 还扬言要找教皇 拆散他们的婚姻 当得知卡尔 只是一个卖巧克力的熊小子 他更是生气 这里的每一个人 似乎都不太欢迎卡尔 唯独卡尔的爷爷是个例外 说完 他想品尝一下 卡尔带来的巧克力 卡尔赶紧打开箱子 爷爷取出一块 递给了安妮的父亲 这一下 竟直接弃走了他 晚宴上 安妮的父亲再一次发难卡尔 问起了他的身世 卡尔毫无隐瞒地说 自己从没见过父母 而且在孤儿院早大 安妮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父亲会这样 毫无底线地诋毁卡尔 于是和他大吵了一下 卡尔觉得这样很尴尬 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这里 晚上 卡尔打起了地铺 准备这样度过一晚 没了就离开 此时大逆却问道 简简单单地回答 却深深地打动了安妮 他很希望有一个 像卡尔这样的男人去爱他 可他却有了妻子 正当两人准备关灯睡觉时 父亲就敲响了房门 卡尔赶紧跳上了安妮的床 他们默契地做出了 彼此安爱的样子 父亲是来说晚安的 可临走时 父亲还是发现了掉下来的被子 安妮提议 卡尔今晚就睡在床上 可几秒钟的接触 氛围开始变得暧昧起来 安妮情不自禁地贴上了卡尔 最后一刻 卡尔还是把手扭开了 可到了半夜 门外的钟声响起 是霜洞来了 葡萄的表面上 覆盖了一种冰霜 还好可以挽救 人们在葡萄藤的中心 顶上了篝火 然后像蝴蝶一样 挥舞翅膀 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场景 在安妮的带领下 卡尔也很快寻会了 过程中 他们彼此心境 就像一对恋人一样 第二天 卡尔早早起床 即使安妮一百个不寻愿 卡尔还是得走了 可就在离开时 安妮的爷爷叫住了他 还将行李丢给了下人 说要带着卡尔到处走走 他们来到了云霄仙境的深处 上面长了一颗葡萄藤的根 也是这里所有人的根 爷爷对卡尔说 这一刻卡尔被打动了 看来今天是走不了了 得着卡尔没有离开 安妮开心的像个孩子 收获的季节 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可卡尔总是和父亲暗中较劲 比谁摘得多 即便到了最后 是卡尔赢了 父亲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他跟卡尔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多 甚至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宣布了两人的婚事 可到了最后一刻 卡尔还是偷偷的离开了这里 从没见过这样奇怪的男人 明明手里拿着离婚协议书 却开心地像个孩子 楼上的前妻也是一连的猫 卡尔连夜大车赶回了云霄先进 此时卡尔的父亲已经喝醉了 一看到是卡尔 父亲的眼神里充满了恶意 即便是卡尔拿出离婚协议书解释 父亲还是动起了手 扭打肩 父亲失手扔出了油灯 大火瞬间蔓延 所有人都温身赶来 可面对这样的大火 他们的义父没有一点用处 而就在这时 安妮的弟弟差点被大火吞噬 还好卡尔不顾自己的安危 将他救了出来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的根没了 大火烧了一个晚上才停了下来 每个人都非常沮丧 安妮的父亲更是自责 安妮想上前安慰父亲 虽然失去了家园 但此时的父亲也学会了如何去爱自己的家人 爷爷对卡尔说 大火无情 烧光了一切 葡萄藤的根没了 云霄先进也彻底毁了 而卡尔却不信 他回头看了一眼安妮 然后朝着仙境深处走去 这是爷爷带他来过的地方 爷爷曾经说过 云霄先进 就是靠着这颗古老的藤根 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卡尔不相信他已经死了 于是 他用尽虔诚的力气将它拔了出来 带到了安妮父亲的跟前 父亲拿出一把刀 划开了烧焦的表皮 惊喜的是 没烧到领硬 跟活着 云霄先进就排在 所有人开心地抱在了一起 人生有两样东西千万不要说过 一个是最后一班回家的车 另外一个 是最后一个深爱你的人 茫茫人海中 如果在正确的时间 遇到了那个对的他 那么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这里是白木电影 喜欢的观光柱 谢谢